2014年带着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 巴基斯坦青年光明离开家乡 来到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 就读航空工程专业 多年以后 已在中国扎根发展的光明 却笑称 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 更像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我在那边的很多巴基斯坦很多老师 他们知道了我是要当飞行员 但是那时候我不过知道 什么叫飞行员 还是什么叫航空工程 我那时候觉得两个都一样 然后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大学 西工大 我在那边毕业的西北工业大学 我刚来的时候 第一年我报名的是航空工程 第一年学习航空工程以后 我了解了这个不是飞行员的行业 这个是航空工程 不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 OK如果我加入航空工程的 这个我不是想做的一个事情 心灰意冷的光明 原计划毕业后回国发展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在他 误打误撞的一次影视拍摄经历后被打消 后面就是遇到了一个机会 等模特的机会 就是小小的一部 等那个服装拍摄模特 等了模特 然后慢慢慢慢就遇到了一个机会 对光明而言 演员这个职业不仅在他体验了多种人生 也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 几年间光明拍摄了大海稿 中国刀锋战士等十余部电影和电视剧 足迹遍及中国上百个城市 光明称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快速发展的城市 让他惊叹 但最令他难以割舍的是中国人的友善 然后很多时候那个司机问我 你来自哪里的 我说我是巴基斯坦的 哎呦你这是我们的巴提 我们这是那个视频上看过的 这是我们巴基斯坦 对我们也好 我们就是好友 朋友 很多时候不知道 很多人可以相信不相信 有五次发生这个情况 司机都不要我给他钱 不管是我在西安也好 还是去各个外地的地方 哪个城市也好 他们也知道我是巴基斯坦 他们对我特别热闹 特别欢迎 我也把他贴坏你 是这种感觉 哎呦我特别感动 西安的人情味 让光明在异国他乡有了归属感 如今他已在这片土地上圆梦扎根 西安俨然已成为他的第二个家 我弟弟就是因为毕业了 他是为了工作原因 现在在外地 然后妹妹在这里学习 然后也交到的女朋友在这里 我们也在一起就四五年了 所以时间也挺长了 所以我就觉得 西安给我带过来的 就是都是好运 好命 所以我怕我一离开西安 我的命都变了 光明表示 自己通过拍电影认识了中国 也希望人们通过影视作品 加深对巴基斯坦的了解 未来他还希望能够制作一部 有关巴装友谊的电影 通过镜头展示两国间 更多的故事 他也会是不让他说的 对我说有关怪不错 我们下期的电影认识